小美人鱼 十三 庞海到邻国 王室准备了一艘船 送王子去邻国 一艘华丽的船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王子对小美人鱼 解释这次航海 这是我父母的希望 他们希望我见见那个公主 不过 你我都知道 我不会跟她结婚 毕竟 她不是救我命的那个女孩 小美人鱼又一次想 王子 不知道是我救了她 真让人伤心 不过 如果除了梅丹 我不得不选另一位新娘 王子继续说 那会是你 然后 她像哥哥一样 亲了亲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 抬头对着她微笑 也许最后 我会跟王子结婚的 她想 在那一刻 她很幸福 我想请求你 跟我一起去这次航海 我的小伙伴 她说 我希望 你不会害怕大海 小美人鱼微笑着 王子不知道 其实大海 就是我的家 小美人鱼跟着王子登上船 开始了航海 那个晚上 当大家都睡着了 小美人鱼坐在甲板上 呆呆地望着大海 她觉得自己看见她的家人 都在海面上 他们好像在叫她回家 希望你们过得好 她想 可是 我必须跟着我的心走 第二天早上 船开进了附近王国的港口 那里的国王和王后 在等着王子 高塔上 船来了喇叭声 那个国家的国民们 都聚在码头 欢迎他们的宾客 她很帅 一个女孩 一看见王子走下船 就喊起来 和我们公主太般配了 一个老太太说 她没能来迎接她 太可惜了 公主明天会到这儿来 那个女孩回答 让她等一下没关系的 第二天 所有人都在街上庆祝 终于 王室卫兵骑马过来宣布 大王宫大厅来 公主到了 大家都来到大厅 他们想好好看看公主 小美人鱼也很好奇 她拨开了人群 终于公主出现了 她高高的 很优雅 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她真的很漂亮 小美人鱼想 她看起来 还很眼熟 公主的皮肤 白皙透明 她黑色的头发 又长又亮 她长长的深色睫毛下 有一双深绿的眼睛 小美人鱼想 王子对跟她结婚不感兴趣 我很开心 可是 就在这时 王子走过去迎接公主 当她在近处看公主时 她大吃一惊 是你 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记得我在海边 醒过来时 看见过你的脸 她牵起梅丹的小手 大胆地亲了一下 能再见到你 我真幸运 我的公主 能和你结婚 我太荣幸了 小美人鱼 十四 王室婚礼 王子的话 深深地伤害了 小美人鱼的心 小美人鱼的心碎了 她不能说话 没法告诉王子 是自己在暴风雨中救了她 小美人鱼无法告诉王子 如果王子和梅丹结婚 她就会死 没有声音的小美人鱼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到底做了什么 她想 我真不该把声音给海巫婆 小美人鱼就算伤心 也哭不出来 因为人鱼不会哭 她只能伤心地看着王子 王子不明白 小美人鱼为什么伤心 我没想到 我能再见到梅丹 她开心地说 我亲爱的小伙伴 替我高兴吧 第二天 王国卫兵们骑着马宣布婚礼 然后 王室成员们行进穿过城里 一直走到中兴广场 在那里 王子和梅丹公主 手拉手结了婚 他们接吻时 人群欢呼起来 只有小美人鱼心都碎了 在婚礼上 一直抱着新娘的花 她回想起 自己以前在海底王国的生活 和奶奶的抚摸 我抛弃了我的家和家人们 小美人鱼想 我失去了我美丽的声音 现在 我失去了我的王子 当太阳在海上升起时 我会死的 那天晚上 婚宴在大船上举行 王子和她的新娘 还有所有的客人 都来到甲板上 开大派对 夜晚安静 晴朗 就像小美人鱼 第一次见到王子那天一样 五颜六色的灯 照亮了甲板 满天放着烟花 船员和客人们 一起随着音乐跳舞 王子走向小美人鱼 鞠躬问 我的小伙伴 你能为我的客人跳舞吗 我希望我能跟你跳舞 我的王子 她想说 小美人鱼一个人跳舞 跳到了中间 就像平时一样 她双脚疼得要命 但这次她不觉得疼 因为她的心碎了 她知道 这会是她在地上的最后一晚 她再也见不到她的王子了 小美人鱼得不到灵魂 它会变成波浪上的泡沫 她跳着舞 像中了魔法 没有思想 没有梦想 也没有希望 小美人鱼的舞蹈很迷人 让客人们着了迷 她的脚 好像中了魔法 终于 音乐停止了 小美人鱼也停了下来 她寻找王子 但她 已经走了 那幸福的夫妇 已经去睡了 一位客人说 好像在回答 小美人鱼心中的疑问 我们祝他们幸福吧 甲板上 有一个金色的帐篷 棚里 王氏夫妇坐在床上 客人们欢呼着 王子清了新娘 手指穿过新娘的头发 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 十五 最后的机会 派对后 除了小美人鱼 船上的人们都去睡了 她知道自己在日出的时候 会变成大海的泡沫 所以 她待在甲板上 看着大海和星星 我的王子 我的灵魂 和我的未来 现在都没了 她想 在太阳升起的几分钟前 小美人鱼发现 水里有东西在动 突然 她看见五个人影 从海里出来 向她挥手 小美人鱼 没能马上认出来 她的姐姐们 她们又长又美的 头发不见了 她们一起游进 小美人鱼站的地方 她们说话时 她们的头 在水面上下浮动 我们来这儿救你 大姐大喊 我们一听说 王子的婚礼 就马上去找海巫婆 寻求帮助 二姐解释说 她给了我们 一个魔法匕首 能救你的命 作为交易 她要走了 我们的头发 三姐告诉小美人鱼 海巫婆叫她们做什么 在太阳升起前 你必须用匕首 杀死王子 只要他死了 你就能 再变回人鱼 小美人鱼 颤抖着身体 可是 我不能杀死我的王子 她想 当小美人鱼犹豫时 四姐接着说 求你了 妹妹 你必须杀了她 救自己 然后 你就能跟我们回家了 五姐替所有人鱼说 我们都很想你 奶奶和爸爸都在等你 你属于海底王国 可是 我希望我的人生 会不一样 小美人鱼伤心地想 大姐忍不住大喊 快 你必须要快 天就要亮了 现在就杀了那个王子 她向空中扔出匕首 小美人鱼很容易地 就接住了那把匕首 妹妹 求你快一点 五个人鱼大喊着 潜回了水底 小美人鱼看着那把匕首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礼物 让姐姐们失去了 美丽的头发 他们给了她最后的机会 救自己 小美人鱼走到王子的帐篷前 拉开了门帘 她轻轻地走了进去 看见她的王子 搂着她的新娘 他们睡得很沉 小美人鱼觉得又恨又爱 透过帐篷薄薄的布 她看见早晨的太阳 就要升起来了 没有时间了 她最后的机会 就要消失了 她看了看匕首 然后看了看熟睡的王子 要么她活 要么王子活 她把匕首放低 靠近她的心脏 但又停了下来 我怎么能杀了她呢 她想 我爱我的王子 她必须活着 其实我必须死 所以小美人鱼跑出帐篷 把匕首扔进了大海 然后 她跳进了大海 她能感觉到 她的身体化成了数千个大海泡沫 很快 小美人鱼就不存在了 小美人鱼 十六 在空气精灵的世界里 小美人鱼感到了清晨阳光的温暖 让她惊讶的是 她没死 也没变成大海泡沫 相反 她飘在空中 日出了 我还活着 她很好奇 有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 走进了她 他们看着她 好像在等着迎接她 他们像云一样 飘在空中 她想去摸他们 但她的手 却穿过了他们 小美人鱼很快就发现 自己也穿着白色长袍 像他们一样 它也是空气的一部分 像云一样飘着 她不假思索地向他们大喊 你们是谁 让她惊讶的是 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她的声音像以前一样美 我们是空气精灵 其中一个回答 我们周游世界做好事 为什么我和你们在一起 小美人鱼问 你对王子的真心和你的牺牲 让你升入了空气精灵的世界 另一个说 你现在跟我们一样了 小美人鱼很好奇 我想了解的更多 你们像人鱼一样活三百年吗 你们像人类一样有灵魂吗 在这儿我们的世界里 我们也能活三百年 但是我们能得到灵魂 当我们得到时 我们就能永生 我一直希望能得到灵魂 小美人鱼说 我怎么做才能得到呢 如果你在你的三百年里 做很多好事 你就能得到灵魂 一个空气精灵说 到底什么是好事呢 小美人鱼问 现在他很感兴趣 好事就是你帮人类一些忙 空气精灵守护人类 当他们饿时 我们给他们食物 当他们冷时 我们给他们衣服 有时候当他们伤心时 我们会低估一些 好的想法给他们听 我们尽量帮助他们 小美人鱼高兴地望着地面 他愿意守护 让他学会了爱的人类 我终于有机会 得到灵魂了 他笑着说 小美人鱼高兴地有声以来 第一次哭了 他幸福的泪水 一滴一滴地 掉进了下面的大海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那艘大船 船上的人们 现在都醒了 王子和他的新娘 在大喊着找他 过了一会儿 他们只能伤心地 望着大海 我的小伙伴 出什么事了 王子想 他对我很真心的 小美人鱼向王子 飞吻了一下 飞吻变成了 一根白色的羽毛 羽毛向下 轻柔地飘落 拂过了王子的脸颊 然后 他又向新娘 飞吻了一下 他希望他们俩 都过得很好 这是他 做的第一件好事 他希望他们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